接着我们再来做第二条辅助线 就是把CD延伸 所以点选上方直线过两点 点第二个工具列的A点 空白地方点一下 接着再切成移动的 点选原本的线将它暂时隐藏起来 记得不是把它删除是隐藏 一旦删除了G就会消失 但你如果隐藏的话 G还会留下来 接着我们再来连接辅助线 点选上方 线段过两点D跟G 再切回移动 点DG 这里我们可以再按一下这个 蓝色的 然后切成这个虚线 对这个辅助线 就可以按个右键设定 进阶的部分写T等于等于2 G点也是T等于等于2 接着再来说明这个角 我们可以再标示一下 画角度D G A 再点选移动 将这个角一样设成T等于等于2 并且切回一般 只显示这个数值 那我们看到这个内错角角度相等的关系 把T等于2切到T等于3 那刚才呢 这个角度就不见 肯定 稍微 还是 优费 就是